暑假放了超过两个礼拜了 您的孩子是怎么过的呢 有没有一天到晚上网玩手机 或者是长时间坐在电视机前呢 其实已经有研究证实 这个世代多半时间都躲在室内的孩子 他们的情绪健康都出现了问题 创造力也跟着下降 台湾有一群都市父母 意识到了这样的危机 他们想给孩子不同的体验 于是带着孩子前进山林 不只是爬山 这次他们还追随原住民猎人 在山林里扎扎实实生活了四天 没电 没3C 没有任何的现代化设备 白天爬山涉水 自己钓鱼 有木柴生活主食 而晚上呢 就伴着星空昆虫 睡在露天下 这群都市孩子受得了吗 我们要带您看 结果出乎意料 一群都市人一共有四个家庭 他们要在东部山林野地待四天 爬岩 素西 觅食 露天而眠 在野性的环境中 这些爸妈想给孩子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这是孩子们四天前刚参加的样子 不怕 不怕 上哪 先上哪 而这是他们四天后 跟妈妈保持六七公尺 单独走在前面的是绰号小恐龙的蔡正勤 六岁的她是这次亲子猎人活动最小的孩子 在家里她除了吃以外就是看电视 打一些电端剧 大家我们所有的家庭或户外活动 她都是抗拒的 坐在车上不肯下来 走两步就要回去 她坐在车上 恐龙爸爸说的 其实是现在多数都会小孩的写照 他们生活中少了一样你我 或你我爸妈熟悉的东西 叫做自然 脚步尽量小一点 而林正汉是这次活动的头子 带大家跟着原住民猎人脚步 回归祖先的山林老家 我们可能没有很自私的教学 可是你那种创造出一种氛围 让大家觉得轻松自在 林正汉是高山向导 因为参与了台湾黑熊年旧 和布农族资深猎人未有人 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你跟着他们进来 你就会完完全全的放心 然后你知道他们 对这个环境是最熟悉的 所以我跟他们 我也完全不知道 这个点是哪里 然后我们明天要住哪里 的确接下来四天 没有固定地点 没有预定行程 不过还好 我们至少知道 第一天要去的是哪里 就是进入山里 木农老猎人 以前进山只带柴刀 和一把盐 看看这些沉甸甸的包包 远不及真正猎人的 青装帅气 以前有在野外 遍遍过吗 没有 那你不要拍这个吧 我们还是留给小恐龙 一点隐私吧 不过恐龙妈妈 愿意带这么小的麻烦金来 其实跟恐龙姐姐蔡玲 两年前的经历有关 当时她也是六岁 那我一直印象中很深刻 就是她那天回家 然后跟我讲话 讲到很晚 就跟我说 她觉得古道上 早晨的时候 那个阳光透过树林 透下来的光 非常的美 还有她看到 百步蛇的右蛇 她也觉得非常的美 就是她不会有 对自然的恐惧 可是她看得到 那个美的部分 那我觉得 那是一个 我很想给小朋友的一个 一个礼物 近年来 许多国外研究 已纷纷证明 自然对孩子创意 自信快乐 有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现在的孩子们 可能是第一个 寿命比父母短的时代 他们活动力越来越低 情绪障碍却越来越多 但在自然的环境下 同龄林的孩子不仅交起了朋友 甚至还主动亲近陌生的长辈 五年级的光颜跟爸爸 一起来参加 但这一刻她听着 观察着陌生的原住民哥哥 叔叔说话 身边没有爸爸 看起来却很自在 休息完在天色变暗之前 得赶紧下切 今晚要过夜的溪谷 好不容易抵达溪谷 但我们的辛苦 看在资深猎人眼里 却完全不合格 我们像打猎的时候 我们没有像一样走路这样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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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样 不然你还没有看到猎物 猎物就已经跑了 要打了 要打了 孩子们开始体验许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拿锯子 第一次用打火机 第一次用打火机 你不会用打火机 我也不会用打火机 叔叔教你很简单 我呢 有了有了 按住不要动 好 赶快来 来 耶 斜一点 小五的灵光炎 和小四的柯鸿睿 平时只是少了这种学习机会 我们一定把你围在中间 来 把他堵来吃 来 你可以坐下 我们来把你堵来吃 不要 今天晚上的那个鸭菜是 熬汤 豪迈的澡盆当锅用 肉煎的滋滋作响 终于放饭了 没有挑食 不用家长督促 小朋友们一股作气的爬着饭 吃得津津有味 这一刻平日的坏习惯 似乎已开始远离 一早小朋友被这烧烤香气吸引过来 围圈认真地看着 小恐龙和姐姐蔡林一早就相亲相爱 似乎昨天睡得不错 但对光颜来说 只有天杖的开放环境却令人害怕 没有帐篷睡 就是这是第一次 有一点恐怖啦 第一天睡觉的时候 我一直也是拉着我的手 爸爸要牵着我 要这样这样 因为其实没有单独在野外生活过 其实蛮恐惧的 准备一下自己的碗筷 先不要丢在武器 但昨晚的恐惧很快就融化在 早餐的热火中 我们今天会过西 然后到对岸的老部落去 然后我们会在上面 可能会做陷阱吧 然后看看大哥会不会教他们生活 偶尔这家伙不咬镜头了 摄影记者危机解除 但是下一个危机缺是如何渡河 冰冷的水和滑溜的石头 惊险的过完这一关 还有一关 对就是要爬上这面 简直就是垂直的峭壁 你会不会怕掉下去是这样 会 就是如果你踩上去 你脚会跟那个石头就会滑下去 跟如果那个固定的石头的话 你还可以爬上去 一次的经验 小二的柯一梦 已经学会走陡峭版人的技巧 甚至比他妈妈学得还快 可以把我的脸PS掉吗 比较比较比较好 在那边 小心啊 不要过那边啊 站直站直 我们其实也在观察 每一个小孩子 每一个人的状况 那我们这一批人 我们适不适合去过这个地形 那那个说不出一个什么标准 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感觉 魏大哥对这一团的观察结果是 不去老部落了 因为这一团脚程有待加强 不过虽然部落区不成 部落智慧还是要传承一下 来哦来看陷阱哦 来了哦 哇被抓出了 好酷哦 所以我这样子放上来 然后这一个靠上来 靠住 所以它其实就是 动物踩到这边对不对 它会把这一根往下压 往下压的瞬间就启动了 它的机关 令人利用寿静旁的小树座陷阱 机关巧妙 这种对自然的了解与运用 不是书本或课堂所能给予 海龙可以喝两口 有一口给妈妈哦 有有有还有一口 还有一口 哇好像椰子水 对对对对 有一点椰子水的 对啊 小朋友抢着喝水藤滴下来的水 原来它是大自然的出水桶 不冲完水又要走到西边营地 这时还得走一次板岩路 下山可是又比上山困难 但只要爸妈们放手 孩子们就有机会不一样 其实我也蛮惊讶 因为像他今天出门的时候走得那么害怕 可是他下山的时候可以那么勇敢 跌倒我是觉得一个是很好的体验 我不会反对说他跌倒好不好这样子 对 跌倒才能够爬起来 没有耶 他钓到了 第一只 这很高兴吗 有 可是你怎么看起来有点怕鱼 我把鱼也钓到我身上 一只只苦花被钓上来 孩子们第一次替自己餐桌提供食物 生活烤鱼也是一整天下来悠闲的时刻 有这么大只哦爸爸 那眼睛也好白色哦 在大地之母怀中跨越了种族语言 而在原住民召唤猎物的歌声中 我们结束了这一天 一早下起了雨 空气中满是慵懒气氛 两人一番讨论原本白鱼计划取消了 今晚留在原地 一切见机行事 然而迫在眉睫的是雨天生活 上面赶快放过一点树枝 树枝 对 让那个底下那个 不要一直被雨水打到 此时孩子们也终于愿意爬出睡袋 几天没有洗澡了 好多天 好多天啊 三天的啊 那你知道以前猎人 有没有吃紫巾可以擦 没有 没有 对 所以 对 不用擦 看来光源很适应山林生活 还有小恐龙也是 还差得远了 现在我们要找的是比较潮湿一点的 它不像有蚯蚓 为了钓鱼还要再抓蚯蚓 支流两侧峭壁高耸 西谷窄日照短 潮湿的环境适合蚯蚓生存 但就是不适合人爬 啊 咱们是走吗 这样你看得到蚯蚓吗 看得到啊 它的蚯蚓路过这一片平坦的树林 在这里要先给孩子们第一课的考试 现在就是让小孩子自己去找材料 然后生起自己的一堆火这样子 真好的 夹着十多万 夹着 不是这样 你看啊 你要去剪像这种 折起来会有这样子 所以你只要有这样子 看来原本黏着爸妈的恐龙独立了 自己跟着观炎哥哥 以前自己有生过活吗 没 所以我第一次 另一个展现能力的孩子是柯一梦 他已经可以教妈妈生活技巧 厚重的板石砸了下来 整憨的场面让孩子们惊呼 这样子的时代或许真的可以回头去看看 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学习的模式 其实是除了课堂上 语言这样的教学上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那种可能性很有可能是不讲话 打开你的感官 打开感官观察大人 把他们从水泥丛林中抽离 放在真正的丛林中 反而让我们眼睛一亮 应该就发呆做一些玩玩具之类 一早的山林武器特别厚重 今天也是林回家的日子 你不想回去啦 对 你要待在这边当猎人吗 对 小恐龙小小的肩膀倔强地抗议着 不是为了玩具临时游戏 这一次是为了自然 好了 小朋友跟着正汉叔叔走了 孩子们不像第一天 紧跟在父母身边 他们跟上正汉叔叔快速的脚步 我还背背包耶 第一天是我怕强迫 我要不得他 他们就习惯这个环境 第一天我就怎么可以 喂伯伯一条后面 如果孩子不曾接触自然 不曾与他产生情感连结 就不可能尊重山林 这四天的经历 就是一颗种子 已经种在他们心中